熱愛空氣槍射擊 外科醫師竟然花了近60萬元買槍 還透過網路教學改造槍枝 平常有在專研 提升射擊動能的一個知識跟常識 警方從醫師的家中 起出5把空氣槍 其中一把改造後具有殺傷力 醫師還射簡易靶場 在家裡練習射擊 射擊這項運動 跟外科醫師都一樣的特性 就是手部穩定度要高 那他剛好也是基於 有這個射擊的興趣 醫界表示 外科醫生訓練手部靈巧穩定 都會在小瓶子裡練習穿針影線 或是夾取物品 和左右手並用的技巧 而這名醫生說是用打靶射擊 來訓練穩定度 其他醫師還是頭一次聽到 上刀的時候不要餓肚子 餓肚子會手抖 還有有時候不要喝咖啡 喝咖啡也會手抖 是沒有空氣這樣這麼方向 但我們會打電動 平常運動也可以提升專注力 用有一個訓練手部肌肉的東西 對 訓練手部握力的東西來握 來訓練他的穩定度 齊台醫師表示 為了專心開刀 有人會聽古典音樂 有人則是不愛旁人說話 如果是透過打靶 來訓練自己的專注力 可能也是個人嗜好 只是這名醫師擅自改造槍枝 已經觸法 被警方依槍炮罪移送的時候 後悔不已 記得雷家姓黃總營台中報導